周恩来不想让毛泽东去做这件事,毛泽东知道后卫啥一定要去。 1947年9月的一天,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的报告, 太航山边区的新兵营来了,明天团里准备开还营会,想看看周副主席是否能抽空参加一下。 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,但他说,这事不要让毛主席知道,他太忙太忙了。 第二天,周恩来准备动身去严加毛,偏偏让毛泽东看见了。 你们干嘛?毛泽东问,中央警卫团的新兵来了,我们去看看。 周恩来回答,那不行,我也要去看看,你不能去,你是最重要的人,你去又有不知警戒,事先没告诉他们,没准备。 你们去的,我就去不得,你目标的,你们目标就小。 毛泽东把周恩来的理由一条一条裹到,周恩来说不过他,只好叫通信员骑马,去通知中央警卫团。 毛泽东也参加接见新兵,中央警卫团慌了,严加忙,村妇农这么多,怎么办?赶快布置警戒吧。 警戒还没布置好,毛泽东已经到了,不远,四五十里路,骑兵连护送,周恩来,仁毕时,胡乔木和陆定一先行,叶子龙,廖志高和汪东兴,陪毛泽东骑马走到,新兵们早集合在一个打赌场上,都穿着整齐的灰军装。 主席台是在一个土台子上,骑把老乡的旧木椅和两张桌子,桌上铺着一条旧的紫色毛毯,刘辉山把毛泽东,周恩来,仁毕时的,张到主席台上就坐,顿时掌声雷动,新兵们都静下来听台上的毛泽东讲话了。 毛泽东左手插腰,右手打着手势,开口就说,今天我们是专程来欢迎新战士的,我代表中央前委向全团指战员问号,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。 同志们,辛苦了,欢迎你们参加警备团的工作,警备团的老同志更辛苦,连续几个月在陕北艰苦奋战,战胜了重重困难。 希望老战士关心新战士,爱护新战士,新战士要想,老战士学习,新老战士要互相团结,停了一下。 毛泽东说,听说你们从山西过来,就觉得这地方太困难,太苦,嫌这地方的老乃性太脏,同志们,这地方确实是比较困难的,但是,这要比我当兵的时候好得多,我今年53岁了。 我当兵的时候,你们还只有这么一条条呢?毛泽东用手比划了一尺多长的样子,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没出声呢? 我这里不是给你们百资格,我当兵的时候,要比现在困难多了。那时,我们只有七八个人,四五条枪,每条枪五发子弹,其中还有一发臭子弹。 就这么几个人闹革命,与强大的敌人战斗,那才艰苦呢?你们现在刚一当兵,就每人发给你们一支枪,百石发子弹。 你们警备团好几百人,坐这么大一片,这么多人,又有这么多枪,穿了整整齐齐的新衣服,堂堂正正坐在这里开大会。 我们当兵的时候,就那么几个人,到哪里去行动都是保密的,因为反动派怕我们隔他们的命,到处捉我们,每个村庄都有地主武装,稍不小心,就有被他们抓住杀头的危险。 那时环境要比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困难得多,恶劣得多,还有在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,没有饭吃,就吃草根,吃树皮。 有的人把皮带都吃了,没有衣服穿,有好多同志冻死饿死了,那才苦呢? 相比之下,你们现在够幸福的了。 毛泽东说着说着,神色越来越深沉,他说,听说你们嫌这里老百姓落后,可你们不要因为这里老百姓的手是黑的,脚上有牛屎,就嫌他们脏。 你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,实际上这里的老百姓是最干净的,他们的心是最干净的。 国民党打来了,他们把什么东西都藏起来,不让敌人抢去,敌人来到村子里,找不到老百姓当向导,也找不到粮食吃。 我们来了,老百姓给我们腾出最好的窑洞,并且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住,还给我们被子盖。 我们一天三顿小米饭,炒羊玉菜,都是这里老百姓供应的。 胡宗南打来,老百姓主动带路转移,保护我们。 有时我们与敌人相聚十里八里路程,可是敌人就是找不到我们。 所以说,这里的老百姓的思想是最干净的。 毛泽东说,说到这里的老百姓落后,不能笼统地说,说某一方面落后才对,哪一方面落后呢? 这里的老百姓文化落后,成年人多数不识字,是文盲。 因此,我们提倡学习食语,提高文化水平,这一点,就是你们警备团的同志,文化都不高。 这与目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的要求,很不相衬。 你们这些新战士中,最高的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,所以,我要求你们在留团长、张正伟的领导下,努力学习文化。 人都文化,脑子就聪明,有了文化,就能学习军事技术,就能学习好政治形势,就能学习好政策实事。 只要学好了文化,就能掌握住各种知识,提高工作能力。 我们的军队,不但要了打仗,而且要很好的学习文化。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渔城的军队,当兵的打仗不知道为了什么,就是被打死了。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死的,是为谁革命,所以,打起仗来就贪生怕死,而我们的军队就不同,战士们心里就明白打仗的字的, 打起仗来都很勇敢,不怕死,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能打胜仗。 同样一个人,在国民党军队里与国军作战时,是一个怒种,在战场上俘虏过来。 失落真理后,调转枪口打起国民党来可勇敢着呢? 毛泽东话锋一转,今年三月,胡宗南占了延安,他们来了,我们向后转,开步走,敌人自以为得了大声,神气了半年,现在起了变化,现在是他们向后转开步走的时候了。 毛泽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,讲了武装斗争的道理,他说,共产党到现在,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,先是几个人,后来几百人,几千人,虽然懂得了反帝反风险,但是还不懂得枪杆子的重要。 后来懂了,你把枪击一般,可以打死我,我把枪击一般,也可以打死你,于是搞起了军队,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,我们的队伍似经发展到二百万,正义的事业总是会取得胜利的。 假若现在的东南西北都没有我们的队伍,只有在场的你们这几百人,我还是敢说,我们最后一定能够打败蒋介佑,中国是我们的,你们相信不相信,中央预备团的战士齐声回答,相信,毛泽东说,因为,我们以前就是从几个人搞起来的吗? 毛泽东侃侃而谈,战士们听得入了迷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